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到如今 在安利的舞台上发光 今天 我们将与您分享 安利皇冠大使 吕森林 曾玉林夫妇的故事 没有人能阻止你成功 除非你自我放弃 只要你坚持不懈 你一定一样可以达到顶峰 成功可能是上天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使得我们有所谋念 使得我们知道只有刺苦 才可能让我们有触头天的那一天 其实我怎么能内想 是可能很多人都不能相信 以前我从来不觉得 我是适宜做安利这个行业 尤其在那么多人面前要讲话 不可思议的事情是 一个人他可以接受你 三次 五次 八次 十次的拒绝 他还会再拿起那个电话 他还会再做一次邀约 我论准的事情我都很执着 他是你可能这辈子最适合的 的另一半不坚持 可能这辈子不一定能碰得到 上班没办法实现我人生的梦想 所以我并没有因为上班而停止安利 我觉得这是个值得信赖的公司 值得我投入一辈子的事业 原本任职高中英文老师的曾玉玲 刚开始对安利采取不感兴趣 不认同 不需要 不适合 不懈的五步政策 经过多年的拉锯与僵持 在吕森林的耐心引导下 渐渐化解 由支持 包容 配合 到放下教职 全心投入安利 我觉得当我成为一个高中的英文老师 事业上我已经找到我的成就感 人生舞台已经找到了一个定位点 所以我很满足 在我很满足我的现在生活当中 要去改变 其实是很难的 在他继续往前坚持的过程当中 我还在怀疑排斥拒绝破冷水 他是一样继续坚持 这个是我后来发觉 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所以我从一个怀疑排斥拒绝的人 后来变成知识包容配合 吕森林曾玉林夫妇一路走来 无论遇到挫折或环境不顺遂 他们相互扶持 靠着对安利的坚定信念 度过起伏的岁月 对吕森林来说 近安利的成败在于心 许多人会被自己的心困住 而停滞不前 但只要换个角度面对 打败心魔 事情就有转机 那么多年的经验磨练了我 让我知道对自己就要坚持去做 不要因为一时的挫折而放弃 我最开心的就是说 我能够帮助一些人 提升他内心的那种力量也好 或是内心的观念 这个方面的提升 一个年轻人碰到困难 应该是勇于去尝试 去挑战它 去面对它 解决它 因为你面对它只是一阵子 你逃避它是确实一辈子 近年来 吕森林 曾玉林夫妇发现 团队中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这些年轻人肯学习肯努力 就是缺了一个成功的机会 他们了解 未来团队是交棒给年轻人手中 这次安利价值的传承 也是成功经验的延续 更是永续经营的重要关键 人生最大的乐器 就是得到我想得到的东西 是在我面对困难 面对挑战的时候 我突破了 我经历过了 而我克服了 而我成功了 我觉得这是人生最欣慰的一件事情 三十多年来 吕森林夫妇在安利最大的收获不是金钱 而是人生历练与心灵上的成长 初期做安利是为了口袋 随着事业与组织的成长 不断的自我学习 丰富了脑袋 而今 帮助更多伙伴成功 尽己之力 回馈社会 未来 他们将持续踏着坚实的步伐 帮助更多伙伴和他们一样 赢得口袋 脑袋 心态 皆丰富的人生 路不会变得更长 山不会再长话 只要一步一脚远朝着对的方向走 也必须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 安利是五台 来自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 精彩演出自己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